尊敬的全球在我们好 我是唐文巴黎 欢迎收看每日快讯 自由号news将每天为您分享最新全球动态 传播最新灭共资讯 美国总统拜登8月7日 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 执行法案签署惩罚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尔队Fox新闻说 习近平显然正在为他的国家做战争准备 现在他正在试探世界的反应 如果世界反应强硬 他就会停下来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运作方式 它似乎我看起来 习近平在习近平准备着战争准备着战争 他会选择台湾 无法撞到战争准备着战争准备着战争 但他再次告诉我们 他愿意择抗台湾 如果必须的力量 他正在试试 试试试试 如果他找到铁 他会停止 如果他找到铁 他会继续押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硬备着战争准备 100亿欧元 美国劳伦斯 毕福默尔国家实验室 8月6日表示 美国科学家自去年12月以来 第二次在核聚变反应中实现净能量增益 能源部称 对象重大突破将为国防进步 和未来的清洁能源通平道 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队之间的便利协定 RAW将于8月13日生效 该协定将免除相互间出入境时的签证 简化部队访问对方国家时的入境手续 包括携带武器 以促进联合训练和救灾 8月8日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 在台湾发表演讲 他说 考虑到中共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 为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强大的威慑力量必须发挥作用 日本 美国和台湾 必须为此做好战斗准备 由日本政府基金支持的 日本产业革新投资机构JIC 预见宣布 将收购光刻胶领域的世界第一大公司JSR JSR的社长声称 生产光刻胶 积累才是关键 不是花大钱就能迅速赶上的 外界认为 这是日本对中共管制稀有金属加合者出口做出的反应 根据中共海关总署 8月8日发布的7月份贸易统计数据 出口同比下降14.5% 这一复值 是自2020年2月新冠病毒 蔓延以来 3年05个月中最大的 进口也大幅下降了12.4% 自中共在7月底部署开展医药领域反腐工作以来 A股以及港股市场中的医药股价 8月7日延续上周跌势 部分股票价格甚至跌破1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